好 好各位同學晚安 正常時間我們來繼續進行今天晚上的進度Charlie Mike 回憶一下之前的進度到了 場景 來到了他們的對手 就是 那個叫Hoy 的 北越的部隊的班長 講到降落傘 也就是 美軍的降落傘用來做信號彈的降落傘他們拿來當蚊帳 然後是在吊床裡面這樣子 更老的 像 銀長 或是老一點的資深士官 他們拿到的是 越南殖民時期的 法軍的 降落傘 好這樣子 那那個班長 Hoy講說 他有機會也要去拿到一頂 這樣子 我們繼續往下看 He carefully shifted this weight and put on leg put one leg on the ground then set up 他很小心的移動了他的 身體的重心 因為他在吊床上面很容易摔下來 我從吊床上面連續摔下來過兩次 把 我在Fort Benning的時候 他們也有吊床 那大家看我摔下來很好笑 他們又不敢笑就一直憋笑 結果憋不住 就笑出來 哈哈 老美的國際禮儀是 盡量不要笑 笑那個外籍軍官 那我們是沒有吊床啦 我印象中沒有 沒有刺事的 老美我印象中記得他們有刺事的吊床 就在兩根樹那邊綁起來你就可以在上面睡覺休息都可以 那這個 小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Charlie Mike裡面看起來北越的部隊是有用吊床的 所以我知道那個 上下吊床重心 要處理得很好 否則你一定摔下來 所以那個Hoy 很小心的移動了重心調整一下 然後 先把一隻腳 放到地上踩穩 才能從吊床上下來 Then set up 然後坐起身來 It was a fine place The camp stretched from the river for some five hundred meters to a small rocky hill that jutted from the valley floor 他講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集結區 整個 整個紮銀的銀 紮銀的地區 從河 河邊延伸到 延伸了五百公尺 到一個小的 小山丘 那個叫 Rocky Hill 表示很多石頭的 小山丘 That jutted from the valley floor 從 河谷的 河谷的谷底 冒出了一個 小山丘 從河一直延伸過去 這麼長五百公尺的距離 都是 樹銀區 The trees were not so tall there 樹不高 Only fifteen or twenty meters 大概只有15到20公尺那麼高 也算蠻高的了 15 20公尺 以兩公尺來計算的話 十個人那麼高 十個兩公尺 十個人跌羅漢那麼高 那身高兩公尺 兩百公分 那算蠻高的樹 But their branches easily hit them from any passing plant 但是這些 15到20公尺 高的樹 的樹枝 可能很濃密 可以 把他們的 將他們 隱藏得很好 濃密的樹枝 不被 通過的 美軍的 戰機或偵察機發現 或是直升機 但這邊這個plant 基本上是定義機啦 不是 不是chopper 不是懸疑機 所以 可以躲過美軍的 偵察飛機 Many smaller trees make the area more dense 還有很多更小的樹 讓這個地區 看起來更濃密 但是又不會濃密到影響 部隊的行動 這就很不錯 我講過我之前 三立叢林站在古關 前一集的時候 我們不能走登山對走的路 我們 我們即使看見的都不能走 那是規定 教官給的規定 只好砍 前面 有人真的在拿開山刀 柴刀在砍 那有同學說在這種山地裡面會不會下狀況 太高的山地要砍的不會下狀況 下狀況都會在平坦的地方 下狀況 這樣 His student walked Toward the small No 那個No是圓頂的山丘啦 頂比較圓 所以 那個Hoy站在 站了起來 從 吊床上面站起來 然後呢 朝著一個小的圓的 圓頂的小山丘走了過去 好這一頁就 講完了 59頁我們要跳到60頁 好 60頁 不會兩個又同一頁了吧 看起來是同一頁 好 繼續這邊有一點點適合到所以我 帶了實體書 他走到那個小的No Small No 圓頂那個地方去 Where his friend Toward have been assigned with the motors 那那個地方是 破炮 呃單位 破炮班 他指定 宿營的地區 他的朋友在那個地方 他的朋友被分配到破炮班 他就走了過去 Pale blue Chemax seem to be Everywhere 他說 淡藍色的 吊床 他們的吊床的顏色是淡藍色的 蠻統一的 那在叢林裡面用藍色比較怪啦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是淡藍色 綠色會比較好老美那個是綠色的 他說淡藍色的吊床 到處都是 這樣子 表示 這個單位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弄了一張吊床所以到處都是吊床 Equipment Stacks Needly And in orderly Rows Equipment是指裝備 個人的裝備 Stacked Needly 可能是架槍 我在想 機槍 排放整齊 步槍要用架的架槍 然後派出槍前掃 然後呢 火炮也放置好定位 就很整齊的排放 那為什麼要這樣排放架槍架好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 武器的位置萬一有突發狀況 拿槍拿武器比較方便不會擠成一團 所以架槍多半 他有個間隔距離然後按照隊形排好 你要記住你的位置萬一要取槍很快就可以去取槍 這樣 所以那個Stacks架起來 Needly是指 很 整齊的 排列 And in orderly rows 是一排一排 有按照他的順序 排得很神奇 這樣子 Fill them with confidence as he walked 他一看到這麼神奇的武器排列的畫面 讓他感覺到很有信心 覺得說這個部隊是訓練有數的 這樣子 那我以前在特戰部隊 呃 那個應該是下特戰基地 有一站到古 從 竹東尖石鄉一路急巡巡到新社頭科山 的機場 是一個 呃是一個直升機的機場 那邊有一個 我們叫做頭科山的地方在新社是一個基地我們會在那邊做 空中機動訓練 然後在 直接夜行軍殺到虎關 立昂營區那是我們那個時候的訓練 那空中機動訓練在 新社大概要待兩天到三天所以第一天晚上 那個 就把 全營的 槍械 也是像這樣架架在一個 一間 空室的庫房裡面 然後呢 銀長就選了那個 槍械的旁邊的小房間作為銀長室 跟 作戰官在那邊 開 作戰會議 但是晚上睡覺他不放心 他認為這個槍劍那麼多光叫兵 排位兵去看一定 還是會有問題 一定要派個軍官在那邊壓陣 我就被選到了 我就被我們銀長 特警隊隊長49級了 49級就是 現在的陸軍司令 的那個旗別 49級 就把我叫過去了 去把你的那個睡袋 還有蚊帳 我們還有帶蚊帳喔 蚊帳帶的就是 夏天的時候蚊子很多可以把蚊帳 撐開但是沒有床 你要自己把綁在 蚊帳那個蚊帳自己找個東西固定綁起來 我還記得我在那個 整個全營槍械 就這樣這樣排好一個影喔 睡在那個旁邊 銀長就說你先往睡這邊 他的意思是說 八一泡牌排長 最兇猛勇猛頑強的睡那個地方 絕對沒有任何人敢動 軍械的歪腦筋 哈哈 我就在 我就在那個 全營的軍械旁邊睡了一個晚上 好這樣子 好 所以他一看到軍界排列整齊表示這是一個有管理的部隊 他就放心了覺得說 信心就增加了這個就是我講的不管 中外的任何時期的古今中外的部隊 他是一個看起手勢 對美軍來講美軍比較沒有這麼多顧忌 他休息的時候槍隨便丟地上都可以休息 但是呢 你叫他隨便拿起槍來就能作戰那是沒有問題的 他比較不老美比較不注重形而 形式上面的 那種排的整不整齊比較沒有 這樣子 可是以東方人的部隊來講你只要是走共黨體系 像北越這種 他一定 跟蘇聯的部隊或是 俄羅斯的部隊 前蘇聯的部隊一定是整整齊齊 才叫做有訓練 老美不來這一套老美以火力強大 跟你的軍事專業素養夠不夠 好來決定他比較不會注重這種細節 這是 這是美軍跟東方的軍隊訓練的文化很大很大的一個不同 這樣子 我們是看 有沒有標期對陣整齊 老美不看標期對陣整不整齊 他很注重你的 槍枝保養 絕對不能夠 個人的裝備槍枝保養 你看他只要一休息停下來就是擦槍 很刺動刺發就把那個 擦槍工具拿出來 那個叫Clinic Kit 拿出來就開始通槍管 擦上油弄 大部分解在那邊保養槍戒 那 我們的部隊跟越南可能很像 一停下來呢先把槍枝 排列整齊 畫面看起來好像很有紀律 槍枝清不清潔槍管 髒不髒不管 很容易分出來 所以我講說我們現在用 比較高科技的裝備 所有的 軍官高階的幹部 要揚氣掉以前這種 蘇維埃寺的部隊訓練方式 老講那一套 這樣子 因為以前 黃埔建軍的時候 五百支步槍的時候 那是俄軍的軍事顧問 這樣子 所以 早期的黃埔有走 俄軍的這個路線 蘇聯 這種路線 整齊 劃一 雄壯威武 精神戰力 是走俄國的路線 不是走美軍的路線 那我們現在應該要轉換老一輩的 像阿發這種44旗左右的 要揚氣掉那種形式主義 因為現代化的武器 最重要就是靠武器能不能 他堪用 使用上面能不能達到 最大的效果 不是看他有沒有排整齊 那個個裝怎麼樣 還在注重那個就完蛋了 這樣子 我個人一點建議 我當然也希望畫面好看 但是畫面好看不代表你的戰力夠強 這樣子 我們花太多的心思在畫面好看 這樣子 Today they will go over the plans One more time 他們今天要把整個作戰計劃要在 在很多的計畫 在 很快的 在看一遍 那個go through go over是在複習一遍 在排演一遍 這樣子 Perhaps even rehearse 甚至 這個叫預演 所以我們看到東方的部隊是這樣 老美不來給你預演什麼 又看一遍 因為他們很專業 幾乎天天都在做 就跟打籃球一樣 你只要跟教練只要講一號戰法 大家就開始包夾戰術了 天天在練 他不要說我們練一下包夾好了 來包夾 所以 他那個天天都在練 所以有時候我跟同學講 我碰到那些國安院 還是什麼國防院的這些老傢伙 也沒打過仗 也不知道演習 在那邊拿起筆來 可能又是 老貨在那邊服作霸道亂講 說什麼漢光演習就是要演 就是要 排場就是要搞 那就是搞形式主義 我常常以我當影長的時候 漢光15號演習 為例 為什麼我能夠 不期不徐 不煩不忙不亂 兵也不累 也不預演 我可以到位 我還被旅長那個不撐頭44期 阿發的同學叫我 臨時再變換 我都架設好指揮所了 叫我贏指揮所 前一天晚上叫我換指揮所 還有這種事 我都還能夠 找到 那個適當的指揮所重新 把我的指揮所再變換一次 都還不對不亂 原因在哪裡 我有講給同學很多同學聽說 我其實就任之後 我到基隆當營長的時候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按表操課 親自帶著 連長跟重要幹部 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幾乎是一兩個月 去做限定戰術 把連長帶著他的 固安作戰計劃 我帶著 贏 作戰官 作戰士 帶著我所有的贏的 固安作戰計劃相關的資料 叫連長帶著他連的 國安作戰計劃 跟他的作戰士 到縣地去 我就開始問那個連長 說你的兵力怎麼布施 敵的威脅 敵可能 的行動 他是中衛連長也好 我那個時候印象中 除了兵器連連長是上位之外 都是中衛連長 到縣地去 親自叫他 我下狀況給他 把所有固安作戰計劃裡面 他對計劃的了解 在縣地 處置一遍講給我聽 因為我自己是 搞作戰出生的 所以我還記得我那個時候 花了一兩個月到縣地 遠從18王宮廟前面 一路到和平島都是我的 住地喔 散術位置喔 你看那個涵蓋面多廣 然後呢 我就利用 戰備任務訓練樂 帶著10兵 真正有10兵 叫他們直接按狀況去做 我自己規劃 所以一到漢光演習 馬上就到位了 立刻到位 我平常我就在我的餐廳 開設營指揮所 漢光演習很少很早以前我自己就把我的營指揮所 先開設在我的餐廳裡面 自己演習 那是沒有人叫我做我自己做 因為我搞作戰 到了漢光演習 非常非常輕鬆 據說因為我不瞭解呂指揮所的狀況 跟各營指揮所的狀況 我這個地方是 從總部的督導官來一直到軍團的督導官來 連看都沒有看 他就跟這個一樣 他一看到這個狀況看到我就知道說我不用督導了 這種標準已經超越軍團的標準了 那個督導官就走了 跟我打打招呼就走了 去抄呂布 呂布那個女指揮所基本上就是一片廢墟被整個抄掉了 呂長一問三不知 呂的指揮所開設了亂七八糟 作戰官各餐 作戰科科長 情報科科長不用講了那個一問三不知 全部在亂搞被抄翻了 然後呢各級督導官叫呂長 派人去看 我營上到底怎麼做的 叫 我們呂指揮所來學我怎麼開設的 直接叫呂長來看 呂長氣急敗壞 跑來我的 戰術位置 問東問西 問不出個所以然就在那邊罵人 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你開設那麼好幹嘛 你要 你要 讓我的呂布難看是不是 你開設那麼好害我呂布被抄 還有這種呂長四四期的 就是阿發同學 自己呂指揮所亂開設 一問三不知 被軍團跟總部抄的時候 跑來怪我說我開設的太好 哈哈哈哈 我們真的是有這種長官 這樣子 就是阿發的這個區別你說他漢光演習怎麼會搞得好嗎 這樣子 所以我剛的重點是說平常就在做 所以 深圳上場的時候不是演 只是把你這一整年來 做的 一個總驗收然後找出 在真正的演習過程當中 漢光演習當天 那幾天那整個禮拜 三天也好五天也好 有哪些地方 是我平常是一整年當中做的不好的 我來做補強做修正那個叫修訂你的固安作案計劃 把計劃做修訂 是這樣子 不是臨時在那邊搞排驗那邊臨時寫劇本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可見北越 這種需要排演看形勢 看樣子的 這種 建軍的風格跟我們黃埔建軍的風格一致的 表示我們受到 前蘇聯的影響 因為當初 黃埔軍校建立的時候 是 校長 是老蔣 但是創校的是國父 國父請了很多俄國的顧問來 這樣子 Others were up Others were up and moving throughout the encampment 其他人也慢慢起來了 因為天亮了 然後呢 在整個 紗淫區 叫 encampment 開始 幹活了 開始 走來走去移動了 He would have to hurry 他說他動作要快一點 He would be able to spend only a few minutes with his friend before having to return to work details 他就是抓那個空檔 起床前的空檔 他跑到破炮班的那個宿營區 去看看他朋友 可能是破炮班的班長 然後呢 續寒溫暖一下 他就要回去幹活了 因為白天 我們講太陽出來死小 天亮了就要幹活了 所以他利用那個空檔去串個門子 他說他動作要快一點 所以他可以 快的話 他可以多爭取到幾分鐘的時間 跟他的朋友那個 那個 然後呢 他就要回到他的工作崗位去指揮部隊幹活了 好 接下來就是場景跳到 Double Deuce 這個地方來了 他說 Without opening his eyes Without opening his eyes Mig picked off an an inch long 一英寸長的 insect that was crossing his cheek 他說那個 Mig睡覺也在睡覺 同一天晚上 月供是睡吊床 老美呢 不是睡吊床 老美我猜一定跟我以前在Fort Bennett一樣 整個捲在那個punch liner裡面 倒在路邊睡 不是路邊啦 倒在地上 靠著背包這樣睡 對 那Mig就是那個菜鳥 他眼睛連睜開都不睜開 就感覺到臉上有 有東西在爬 是蟲 那我們一般在Fort Bennett都會發一種 那個叫buck juice 就是我們講的蛆蟲液 噴一噴 或是塗在身上 蟲比較不會咬 我不知道越南那個獸有沒有 不過那個東西噴了也有一點問題 就是 他的 他跟我們現在一般的蛆蟲液一樣 他會有一種很嗆鼻的味道 那 如果沒有敵情的話可以用 有敵情 可能太近 怕會被敵人聞出來 所以 北越的部隊是用蚊帳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降落傘可以當蚊帳 換句話說 只有老兵有降落傘的那個有 拿到美軍跟發軍降落傘的有蚊帳 其他還是沒有蚊帳 但是地主隊本來就生活在這種叢林當中 北越的部隊比較習慣 老美可能不太習慣 這樣子 所以他們可能要用一些 防護措施 所以大部分就是把自己包著跟 那個手捲一樣 刀在那個punch liner裡面 這樣子 另外一種是 我看過forbending他們那個是 用噴的 在 你要睡覺的那個地上 跟你的punch liner上面噴一點點 讓螞蟻還是什麼不會爬過來 這樣子 所以那個mix就抓起一個一寸長的蟲 爬過他的臉 臉頰 他把他眼睛沒張開 就直覺的就把那蟲抓了下來 然後呢 仍然握著抓的那個蟲蟲蟲蟲蟲 那種的invader 入侵者 就是那個蟲 applied pressure 就是用捏的 噢 施加壓力用捏的 and heard the crack and pop of his sorex and abdomen 然後聽到那個就把他一捏就捏爆掉了 就有一聲crack的聲音爆開的聲音 然後那個pop是這樣炸出來的那種聲音 就是他的那個昆蟲的胸那一節 跟腹部那一節 跟腹部那一節 abdomen 這樣子 爆掉了 被他捏爆了 這樣子 he wiped the carnage on his pants black 然後呢 手上就爆漿了 捏爆那個昆蟲 那個carnage是屠殺的那個慘況 他把那個屍體 被屠殺完的那個蟲 捏爆的是椅子 在他的褲腳上面插一下 果然蠻暴力的 and turn over 然後呢 翻個身繼續說 rock was completely wrapped in his punchliner 那那個rock 仍然把自己包在 全身包在punchliner裡面 還在睡 這樣子 still sleeping 還在睡 所以我講那個punchliner 蠻好用的 他整個 mik tap the place where he saw rock's head would be 那那個mik醒來了 他翻過身來沒有繼續睡 他是翻過身來起身了 被蟲吵醒了這樣 Rock's head would be 那因为那个Rock Steady 把自己包在Puncher Liner里面卷起来了 分不清楚哪边是头哪边是脚 整个人跟木乃一样包起来 所以 那个Mix起来 被从摇 没有摇醒 吵醒之后 他就走到那个那一卷 像手卷一样的东西 去先研判一下 他头可能在这边 就去拍他的头 像把他叫醒 The cocoon moved Then spoke Is it light? 那拍对了 拍到他头了 那个 cocoon是指 有点像剪 那个残土丝 弄成把自己包在剪里面 那个样子 就跟围着那个Puncher Liner一样 就开始鼓动了 然后开始说 天亮了吗 Is it light? 就是天亮了吗 Almost mixed whispered 那Mix就回答 差不多了 快天亮了 Rock slipped the puncher Liner from his head 那Rock就把 就这样把Puncher Liner 从头上罩住了 这样把它打开 从他盖住的头 的那个位置 把Puncher Liner拉下来 头就露出来了 Is it time for Captain Kangaroo Big Buddy 那他就讲说 是不是 那个 Captain Kangaroo 是一个节目啦 合同节目 是美国电视史上最长寿的 演最久的一个儿童节目 他的名字叫Captain Kangaroo 就是 有点像 呃 袋鼠队长 这样子 是一个节目 小朋友都很喜欢看 那 他演的时间是早上 因为美国有东岸的时间 有中部的时间 有西岸的时间 大概就是八点钟到九点那个时候 如果以八点来算的话 美东时间早上八点 所以他就用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年代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儿童节目 叫Captain Kangaroo 的播放时间 因为都会按时起来看嘛 调闹钟 或者父母亲叫起来 就是要看这个节目 所以他就问说 是不是那个时间到了 这样 他讲说 Is it time for Captain Kangaroo Big Buddy 因为那个美是比较 哦 身材魁梧 他就叫他大哥 Big Buddy 一直有点像说 开演了吗 Captain Kangaroo 开演了吗 就是八点到了吗 Even better It's time for Sergeant Greedy 因为 Captain Kangaroo是指什么什么队长 那 Captain也可以当成陆军来讲是上尉 所以他就用谐音讲 不是谐音 就是说 类似的意思 他说 有更棒的 现在是 Sgt. Greedy Greedy 中士时间 不是 他用双关语 是Captain Kangaroo 就是 袋鼠上尉 哈哈哈哈 他跟他开玩笑 他就用双关语 The team gather under the outcrop for a mission Briefing 那那个Mission Briefing是指说任务提示 老美是任务提示 他有一定的作业流程 有一个SOP在走 跟一般的所谓的 没有实质程序内容的一种计划探讨 跟菜场买菜一样 然后 无意义的不断排演 是不同的 我们比较像 北越这种 没有实质 程序的 计划 研讨 然后呢 没有实质意义跟内涵的排演 因为每次排演可能都不一样 一下可能 长官心血来潮 又加一下这个东西 你就加一个那个东西 他忽然感觉到说 这边要弄一个什么 完全没有专业 凭个人喜好 他你就要加一个什么 这样子 这个我以前碰很多了啦 所以我就现在讲说 现在的兵不像我们以前 我不骗大家 我从少校以前 一直到中校以前 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横文基融解 那个不代表说没有 是说很少发生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 那个时候的训练强度都还够 现在不一样很多兵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听过什么各种 什么什么自闭症 这种症各种心理障碍 那种机制基本上 没有啦 有什么心辅官 我都想帮他心辅了 还心辅官 那个形同虚设我们那个年代 你就看到那个心辅官 样子看起来最想自杀 他还帮人家辅导去心辅别人 你不开玩笑 但基本上这种问题都很少 现在不一样 那你想想看说 你会搞到军官自杀或者兵意外死亡 那个表示一定在基层 年级以下的这个单 这个阶层出了很多问题 才会造成这样子 所以 老美有mission briefing 但他没有无意义的 不断的排演乱加东西进去 他讲的每个东西都有意义 都有道理 都有专业在里面 这样子 那以前长官很讨厌我的原因 是因为 每次他过来乱改 东改西改乱改 我只要认为无意义 我就不做 我也不会跟他唱反调 我就 你讲你的 我听听算了 我认为不够专业 会造成无谓的部队混乱 我听一听我就不理他了 这样 我照我自己专业的做 长官要来骂人 我就被他骂吧 总比我部队被他乱搞搞的团团转 甚至造成伤亡要好 那个就是说 你当个指挥官 专业的指挥官 应该要有的担当跟责任 一旦长官跑过来 胡搞瞎搞乱搞 你要有勇气去应付 长官 所以我时常被旅长骂 被各级长官 女部长官骂 我反正骂不怕不怕骂 骂完你家是 送客走了 我自己照我的方式做 你有本事再来骂我一遍 我再被你骂一遍 这样子 我至少部队不会因为你乱搞 搞出死人了 你屁股一拍走了 叫我去负责任 长官都是这个样子 好 这样 好 继续 所以他们有了一个任务提示 Grady started with a question Grady看到那个程序 开始问问题了 他问的问题很有意义 很有意涵 Who can't swim 简单 有效 谁不会有用 每个肉听得懂 Who can't swim They all sat downfounded and exchange confused looks with one another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丛林作战 他们的训练是 跳伞 到丛林里面 即使碰到溪流 也不至于要游泳 那种 完全的会游泳 在海边那种 他就觉得很奇怪说 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 等一下的任务 任务提示的时候 要问谁不会游泳 大家都一脸茫然 那个叫downfounded 然后互相交换 那种疑惑的眼神 Grady shook his head 那个队长就摇摇头 watch my lips 就说看我的嘴巴 看我的嘴唇 Dummies 他后面讲Dummies是笨蛋 你们这群笨蛋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看好我嘴唇 他就开始用嘴唇来比 Who can't swim 然后就这样子 那闹了他们玩 这样有听懂了吧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again 他们又互相看来看去 伤亡了半天 Grady frowned Grady就不太高兴了 就瘦起眉头来 Look I need to know whether you whether you swim or not you can't swim or not 好像是这样 看一下 Whether you can't swim or not 他说我想要知道 你们到底 谁会游泳 谁不会游泳 表示说他们那个 那个时候训练 没有海训 我突击病的时候 有海训 Poncho He said pointed 他就指着 Poncho 讲 他就干脆一个一个问 Can you swim 你会不会游泳 The Puerto Rican Sharked his shoulders 那个波多里一个人 Poncho就 怂怂肩 他说这不是英文啊 这有点像西班牙文 They know have 他们没有 Pose 游泳池 on Dblock 在他们国家的某个地方 信内还怎么样 没有游泳池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波多黎各 没有游泳池 哈哈哈哈 意思是这样子 但他已经 应该是 已经入籍美国了 但他讲的英文是不标准啊 总之就是 他不会游泳的意思啊 我们那边没有游泳池 这样 Bang 他又问Bang 钟雄 I'm sorry Grad I just never learn 他说 抱歉 我从来没有学过游泳 还没讲完 Graddy就 Graddy patted Bang's shoulder No sweat Graddy就拍一拍 那个Bang的肩膀 说不要紧张 没事 Sox looked at Graddy Mickley A little surge 那那个话物Sox 就很心虚的 看着Graddy 那个Mickley 就是 脸上很虚的样子 那个表情 A little surge 他说我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会 Hish face brightened 看一下是不是 Face 对 Face 他的脸呢 就露出愉悦的表情 说 我会一点点 你们前面两个都不会 我至少还会一点点 好像说 我比你们好 But I can hold my breath That's a long time 他说我虽然只会有一点点 但我憋气很厉害 我可以憋气憋很久 这样子 Graddy step back We're breaking up Graddy就往后退了一步 讲说我们要分组 我们不能全部一起行动 我们要分组行动 We're breaking up Each man's face showed immediate concern 对 才一讲完 每个人的脸上都立刻显露出忧心了 忧虑的那个神情了 我们要 这个部队还要在打散 Rock As my assistant team leader You're in charge You and Ben's socks And poncho I'm going back to the LZ And hold up 他说Rock 你是我的副队长 你负责带队 You're in charge You're in Ben's socks And poncho 就是你带着 Ben 棕雄 Socks 化物 跟 poncho 到 我们要撤退的那个 着陆区 Landing zone 去 去那边集合 And hold up hold up就是在那个地方 警戒 然后呢 待命 等我回来 这样子 那个叫hold up Me and mix Are you going to move up the trail Aways And try to find a tank Base camp 他说我跟mix 将要 会出发 沿着这条小径 一路 走下去 找 然后呢 试着看能不能找到 月供的 宿营地 的基地营 那那个Aways 你看到那个 R为什么 加 S 那是老美的一种很特殊的用法 而且很常见哦 我可以查给同学看 这个没有文法错误哦 好我看一下 我们实作查查查看 因为我之前碰到过 Aways means a long distance 很长的距离 就是一路的走走走走走去 走很长的距离 看了一句啊 We can reach our destination But it's still a ways away 好就是说 还很距离很远 所以Aways 意思是 还很远 或是很长的距离 这样他并没有文法的错误 好在这边是刚好实作一下 时间差不多要到了 就说 乖地讲说我跟 Mix那个菜鸟我带着他去找敌的 树营的地方发现敌的位置 沿着小径 你们呢 回到我们准备 着陆 着陆 直升机要来接我们撤退的那个地方 待命 待命不代表没敌情 所以你还是要形成一个 警戒待命状态 那个叫hold up 可能要好几天 所以 你要等我们 这样 他后面还会分配联络的 紧急状况联络的方式 可能拐拐会另外给 Mix来带 才能通信联络这样子 那48分钟我们就今天先到61页 我来先 从60页 声音到61页就好 因为有翻页的问题 我就从60页声音到61页 我用我的课本 不是课本 我用我的实体书 这样念完就应该很冲实了 好 直接开始 停车 he would be able to spend only a few minutes with his friend before having to return to work details without opening his eyes Mix picked off an inch-long insect that was crossing his cheek he lowered his hand still holding the squirming invader applied pressure and heard the crack and pop of his thorax and abdomen he wiped the carnage on his pantillac and turned over Rock was completely rubs in his puncture liner still sleeping Mix tapped the place where he thoughtRock's head would be the cocoon moved then spoke is it light? almost Mix whispered Rock slipped the puncture liner from his head is it time for Captain Kangaroo, Big Buddy? even better,it's time for Sergeant Gretty the team gathered under the outcrop for a mission briefing Gretty started with the question Who can't swim? they all sat downfounded and exchanged confused looks with one another Gretty shook his head watch my lips, dummies who who can't swim they looked at each other again Gretty frowned look,i need to know whether you can swim or not Puncho he said pointed can you swim? the protoreconstructors shoulders they now have pull on deep block Ben? I...I...I...I'm sorry,great I just never learned I...Gretty patted Ben's shoulder no sweat Mix nodded Sody rock Sox looked at Grady meakly a little starch his face brightened but I can't hold my breath a long time Gretty stepped back We're breaking up each man's face showed immediate concern Rock is my consistent team leader you're in charge you and Ben's Sox sent Poncho are going back to the LZ and hold up me and meeks are going to move up the trail a ways and try to find a dank base camp we probably have to cross the river so I need a swimmer 这样子 因为他们要塑膝 怕会有 会有要求水的 求度的状况 所以他们要 所以那个meek 是唯一会游泳的 他们有分游泳叫做 strong swimmer weak swimmer 还有non swimmer 他们有分很强的 跟菲尔普斯一样的那种叫 strong swimmer 你会游 但是呢 游的不是像一条鱼一样 海豚一样 那个叫weak swimmer 跟non swimmer 完全不会游 这样子 那想必那个meek 最少是weak swimmer以上 会游游的不好 跟很会游 那个阶段 好 那52分钟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蛮充实的 下午我也先录了一段 有关问题解答 跟the catcher in the ride的 那个影片段落 今天晚上回到Charlie Mike 讲到第50 61页的开始 广毒确实蛮快 效果蛮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 晚安